许多男人对自己的妻子不忠实 却要求妻子必须绝对的忠于自己 另外一方面呢 又希望自己的女儿结婚以后 婚姻幸福美满 像这样以双重标准来对待别人正确吗 家庭儿女能够幸福吗 让我们来请教设言法师 但是双重标准的人本身就是有问题 所谓大男人主义 这也是一个大问题 从现在人的时代潮流来说 男女是平等的 不可以有什么大男人主义 小男人主义 也不能够说男人比女人小 不可以说女人比男人小 这两种都是错的 所以是女权运动 适当的来争取女人的权益也是对的 男人呢 如果意味地认为男人自高 自大 那也是错的 所以我们从复发的观点来讲 男女是相等的 因为在附近里边我们看到 释迦牟尼佛的弟子之中 男女都有 男的可以争乌罗汉果 女的也能够争乌罗汉果 男的可以成为菩萨 女的也能行菩萨道 这个完全是平等的 那我们在一现实的环境里来讲呢 凡是大男人主义 这个都很可能呢 受到他自己家庭背景的影响 也可能呢 由于他自己啊 有个悠悠感的关系 也可能呢 因为他自己是一个独生子 或者是他自己啊 特别在他的一群朋友 同事同学之中 又突出优秀 他始终都是高高在上 都觉得自己的能力很强 在妻子的面前 总觉得高妻子一等 所以大男人主义 大概多半是表现在 对于他的太太的 这个 行动上 表现上 对外不一定 对其他的人不一定 那也可能呢 也会对其他的人 其他的女性啊 有一种歧视 有一种觉得 哎呀 这是女人家的事 在我们中国人 有人说 这是夫人之言 这个是夫到人家 我们在美国啊 也有这样子的一种现象 是女性骑士 女性骑士 比如说开车子啊 开车子开得不好 或者是乱开车 这个有一句话 叫做woman driver 就是女司机 这是女司机开车 这个不得开得乱七八糟 这个是不是女司机 就是这个样子呢 不一定 有点男人开车 开了一塌糊涂 这个美国人也说 这个是woman driver 也是叫她女司机 就是把这个女司机 这个这个 这个性别啊 套在那个不会开车 或者乱七八糟 开车的人的头上去 这个美国 那社会已经是 女权运动 女权 男女平权的这种风气满胜了 还是有这样子的一种啊 一家自主 一家自长 女人在家里边的时候啊 是说一样男人的呀 副说品 一家自终 如果没有男人了 那就很糟糕了 在日本的寺院 也有这样的一个现象 也就是寺院呢 不能有女人做这个助持 只有男人做助持 这个日本是 到现在为止还是这个样 那在这个中国 没有这个样 在我们台湾 已经没有这个问题 我们寺院里边 有女 有女众的寺院 有男众的寺院 男众的寺院 可以变成女众来照顾 女众的寺院 可以换成男众来照顾 这个都没有问题 那么在夫的时候呢 女众的寺院是女众的 男众的寺院 男众的把它分开 这个呢 分开的原因并不是说 因为男众大一些 女众小一些 不是 而是呢 男女有别 是这样子的原因 那么我现在讲到 一个大男人主义的父亲 对于啊 子妻的太太呢 是大男人主义 由希望啊 子妻的女儿 嫁出去以后啊 在她的家里边呢 是女主任 这个权力啊 至少跟丈夫平等 或者是呢 能够找一个 丈夫啊 能够受太太管制的 管理的这么一个丈夫 这种人 实在是英国颠倒 子妻都不能做到的是 希望人家做到 这个不公平 子妻啊 是个大男人主义 很可能 疑惑 她对啊 女儿 去这个 嫁了一个丈夫 也是个大男人主义 所以 己数不悦 无私于人 既然呢 希望子妻的女儿啊 不是嫁一个大男人主义的人 那自己最好先改变自己 不要做个大男人主义 现在我想这种情形已经不多了 在我们台湾已经不多 但是呢 还是有 其实在国外还是有 不是没有的 那我们这样子的现象啊 我想渐渐渐渐 这个会改善啊 不是永远有大男人主义 但是呢 这个男人的一种啊 性格 要她全部改变啊 也是不容易 所以请女性们呢 也要付出一点耐心来 当大爱跟小爱产生冲突的时候 我们该如何处理跟面对呢 让我们恭请圣言法师来为我们开示 爱呢 有大爱有小爱 有自私的爱 有无私的爱 有奉献的爱 有专有的爱 在性质和层次啊 都不大一样啊 最糟糕的是啊 因为自私而堪有的爱 那会使得人与人之间呢 产生冲突啊 产生矛盾 产生痛苦 产生烦恼 那么多半的人 所讲的爱呢 大概就是自己把自己困扰在自私自利 占有控制的这种爱之中啊 因此呢 让自己困扰 也让他人麻烦 或痛苦 那么讲小爱呢 那可能还是自私的 一般的小爱呢 大概都是有条件的 就是说 我对他好 他要需要回馈 不但是呢 因为他是我的什么人 所以是我需要 我才应该爱他 还有父母对儿女的爱 要是无条件的 但是不一定 有的父母对儿女的爱也有条件 多半呢 大概是没有条件的 可儿女对父母的爱 那又比较淡一些 有的是 绝对无条件的 但是也有的呀 长大了以后 爱父母的遗产 爱父母的呀 这个 关系 那并不一定是爱父母这个人呢 当然 也有很多人 对父母是很爱的 那么我们讲是 大爱的话呢 那个范围 也可以大 也可以小啊 大爱 第一个 就是爱我们自己团体里边的人 虽然不是我的家里的人 但是是我们的公司的 是我的团体的 是我同行 那比如说 我爱我出家人 所有的出家人我都爱 为什么 因为他穿的衣服跟我一样 他们也是出家人 我也是出家人 这个 就有一种啊 这个 同类的 是同一共同信仰的 那我们大家彼此之间呢 互通的 所以神为爱他 如果遇到了 这个牧师啊 神父啊 道士啊 那要不要爱 如果 那也都是外教的人啊 又不是不教的人 管他去 这 就变成了 这爱副教徒 不爱呢 外教徒 这个 这种爱 不叫大爱了 另外 爱所有的人 但是呢 爱好人都能个爱 爱善人能个爱 爱不做坏事的人能个爱 如果说非常啊暴力的 非常啊可怕的 非常啊恶力的人 那么这种人多半的人不容易爱了 因此大爱要变成一种啊 没有说冤亲平等的 就是没有冤家或亲属这种啊 界限或隔阂或条件的 所有的人 只要是人都爱 是不是不教徒 是不是啊 是好人坏人 只要他是人 我站在爱的立场 我应该照顾他 应该关心他 应该帮助他 这种爱 这就是大爱了 另外一个层次 那更高了 更高一个层次呢 就是说 我们是人类 应该互相的 彼此的帮助啊 彼此的爱护啊 彼此的相爱啊 可是呢 如果是众生的话呢 其他的类别的动物呢 他们也是有命啊 他们也怕死啊 他们也贪生啊 他们也希望活久一点啊 活得快乐一点啊 那我们如果说 这爱人 而不爱动物 那这个 还是爱心不够 那我们现在世界上 有一些啊 说保护动物的 聚会 爱护动物的 一种嘛 组织 他们这爱护什么动物呢 家畜 家畜 就是爱护毛 爱护狗 爱护牛 爱护猪 爱护鸡 爱护鸭 就是保护动物 但是呢 他们吃不吃牛肉啊 吃不吃鸡肉啊 鸭肉啊 吃到吃 这是不要牛带他们 吃还是到吃他们 这个 不够彻底 还是有条件的爱 那夫教讲的慈悲呢 那就是真的大爱了 也就是说 凡是众生 我们都给他平等的看待 所以一切众生 都有复兴 这是观念上的 还有呢 一切众生 都有命 都有生命 这个生命的 价值 不管它 是不是 这个能不能够啊 对我们人类有益 但是生命 就是生命 死了以后 它就没有了 所以是呢 对一切动物 多啊 能够爱护 因此呢 在副教 要主张啊 戒杀 过去呢 放生 现在我们要戒杀 戒杀以外要护生 因为现在的环境呢 我们放生是 很困扰的事 很麻烦的事 现在要护生 戒杀 护生 还能够 不吃啊 众生的肉 这就是真正的大爱了 这大爱与小爱之间呢 有了冲突的时候 怎么办 当然 我们一般的人呢 还是先考虑到 要小爱 你小爱都没有办法考虑的 这做到的时候 你要做大爱 这是一个矛盾的 如果说相反的 那这个 如果整个的社会全部救了 你的家庭啊 也在其中 所以是呢 这个大爱和小爱 对啊 冲突啊 矛盾啊 也要有智慧 来处理他 这那一盘人 把穆山 每年启办盛大的联合铸寿 每次都有不少人参加 那么这种做法是不是跟佛教徒 母难日不庆祝的想法 互相违背呢 我们来请教圣言法师的看法 中国人也好 西方人也好 对于自己的寿命的 言学 增长 都很重视 过生日 是一桩啊 非常愉快的事 在世界上各地啊 都有这种封锁习惯的 在我们佛教里边呢 是不是 有一种做寿的 需要 在 附近里边我讲啊 没有根据 我们佛教徒 只说人 多活一天呢 实际上寿命呢 少了一天 人家说啊 你这个很长寿很长寿啊 其实我们的生命呢 出生的时候 已经大致上确定了的 多少年龄 就会结束 有的命长 有的命短 但是 如果我们在 人间呢 存好心 做好事 与人为 有义 与人为善 多啊 帮助他人 多啊 关怀 爱护众生 那我们的寿命呢 那我们的寿命呢 就会啊 更长一点 更久一点 但是 又多活了一年呢 又增长了一年呢 儿孙呢 一定要记得父母的年龄 为他作寿 在真正的作寿的意义 是一方面呢 让父母感觉到 他在 一年一年之中 对儿女的付出 对社会的贡献 还有呢 也让父母们知道 儿女渐渐长大了 儿女都没有为父母丢脸 儿女并没有让父母担心 儿女都集中在父母的面前 让父母欢喜 团聚在父母面前呢 让父母感觉到安心 这也是作寿的意思 另外呢 儿女们都很优秀 都很基础 或者是呢 都很善良 社会的各方面呢 对他的儿女啊 赞叹的时候 就是养民生 献父母 这是我们中国人的观念 他的好的民生 就是说啊 这是某某人家的儿孙 这个某某人家的儿孙 这么好 一定他的祖上有的 使得父母们感觉到安危 父母感觉到安危的时候 他会啊 获得更久一些 更愉快一些 因此作寿的时候 就是啊 让父母知道 我的儿孙的成果 是什么 而他儿孙的成果 就是他自己啊 的成果 跟他有关系哦 那么太子也有一份功德了 这份功德就是对社会的贡献 如果儿孙呢 难道女仓 人人都在指着骂 这个家伙是什么人生出来的 很多人呢 中国人一骂就骂娘 骂他的祖宗十八代 这个祖宗十八代挨骂 娘挨骂 父母挨骂 这是儿孙呢 好吗 所以这个时候 我们在为父母作寿的时候 为年纪大的人作寿的时候 主要就是来让父母安心 我们呢 使得父母更健康 目的在于是 我们法普山 是因为呢 我们中国人的习俗 以及世界各地的人 都在作寿 所以呢 我们呢 为了避免多余的浪费 不要大家呢 大鱼大肉的呀 大排 演习 杀生 浪费 花钱 出张 虚张声势 那个是毫无应益的 对父母来讲 没有什么用处的 而在我们法普山的时候呢 我们用这种联合的 亲身 的 仪式呢 让父母感觉到有庄严 有尊严 有慰言 而且呢 也有功德 那儿分们呢 在他的父母面前呢 表现出 是非常善良的 非常优秀的 所以这样子的一种啊 做出以色 是正面的 是啊 使得我们呢 老人家也要好啊 年轻的人也要好 多有利益 对整个社会来讲啊 都有好处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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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